上期跟大家分享啊 现在8月份呢 可以给你的沙漠玫瑰触花了 但是呢 你的沙漠玫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不仅不能触花 还要给它进行修剪 那么是哪一种情况呢 那就是像这一盆一样 我们会发现这一盆 沙漠玫瑰呢 它的枝条呢 非常的瘦 非常细 而且呢 出现了明显的土长情况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植株呢 它长不旺 而且会消耗非常多的养分 后期也难以开花 它就算能开花 也开的特别少 所以一般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也给它进行修剪 修剪的话呢 直接用这种修枝剪 然后呢 将它从你想要的高度进行修剪就可以了 不想让它土长太多 我们可以直接从 底部这个部位给它进行修剪 让它从这个部位呢 再长出新芽新枝出来 如果像这种弱枝的话呢 也要把它修剪掉 修剪下来的枝条呢 我们还可以拿去晾干的扦插 也可以多得几盆山茂玫瑰 修剪过后的话呢 这些杂草啊 我们要清理干净 避免它消耗过多的养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温度合适的话呢 可以给它适当的追点肥 来促进它的新芽新枝生长 施肥的话有很多方法 可以呢 直接在花盆里面撒上这个荷兰进口的树酵复合肥 直接撒在这个盆土表面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一些水溶肥 一些高甲高淡的水溶肥也可以 在这个阶段呢 一定不要不舍得给山茂玫瑰修剪 要不然的话枝条越来越涂长 整个植桌的涨势也会越来越差的 修剪之后呢 长出新芽新枝在试探的养护 它也能够长得枝繁叶茂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